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佳佳 最近有冷空气入侵广东,所以气温骤降了不少 大家看看,我现在穿了五六七八件了,但站在外面都觉得凉凉凉的,冷凉的 有时没有事,坐在家都会觉得好像走着冰箱,都是冰冰的 所以有些街坊朋友就开始选购一些取暖器,放在家里取暖 但是现在的取暖器各式各样,花样非常之繁多 那这一种才适合自己用的呢?好像那些大功率的取暖器,它的辐射又会不会比较大呢? 那如果家里又有孕妇的话,那对他们又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那针对这些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调查一下 进入秋冬季节,连身处于南科的我们也都感到阵阵寒意 这个月频频冷空气,也都令到商场里面各种的取暖设备进入了又一个销售旺贵 但是形形色色的各款取暖设备,哪一款才是性价比最优良的选择呢? 二十多米温的,二十多米温的你可以买重折 但是虽然它不是一下暖和的话,它是慢慢升温的 最快的话就是这边,这边是最快的 它是一下温都对上来的 哦,那它会不会那个什么,就是只热一块的地方啊? 这里边的是只热一块,那块的话是整个温都似乎提高的 哦,那用电呢? 用电的话它的那个功率大一点,这个功率低一点 这个功率低一点? 哦,然后它不是刚怀了小孩说怕有什么,说有那什么辐射了? 没有,没有 它就是电磁瓦的嘛,这个 没有,没有辐射吗? 这个辐射的话那种就不清楚 确实小孩,还小孩的话确实怕辐射,比如电脑辐射也不错 哦,如果真正的共二十多米温的话,这个效果好一点 它有没有分达不同的价钱? 那这里是四四九吗?那里是三九九吗? 哦,它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它的工具啊,那个热量度啊,就好一点 有这些 哦,哦 这种是暖风机啊,就吹风的 也是,散热的嘛,它就是 它只能吹到一块小地方 哦,那种也是吧,小太阳也是吧? 对 这个就是散出来的 虽然以前我们在山东的话,山西的话,本来每个宿舍都买来也是操作是这种 但是它也是这种调格式的,不是一个人,它是一排的 整个市内的温度很调耀的 调查团走坊市场发现,对于各种取暖器的效果 市场里面的销售药源都是一支半简 为了进一步获取可靠的信息 调查团分别在市面上面,分别采购了几款主流的取暖设备 请来着一位热心的观众刘小姐,配合我们一起进行测试 在今天的测试当中,我们将对取暖设备的舒适度、取暖性 以及很多观众朋友关注的辐射度进行测试 这个油丁还是比较慢,但是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整个房间都暖和起来了 而这一种呢,就要坐在它的旁边 但是呢,又不能靠得太近,靠得太近的话总觉得挺烫的 然后它吧,看上去特别的费电 这个是里面最便宜的,拿过来用也没有感觉特别好 而且特别刺眼,家里有小孩的话就感觉很危险 这个是所有里面我最不喜欢的 只有靠得近的时候才会有暖风吹到身上才会感觉有暖意 只要靠远一点点就完全没有感觉 而且它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对我们平常生活以及工作等方面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从刘小姐使用体验当中 我们发现各款的取暖设备都有着明显的优缺点 其中暖风机强烈的噪音明显就令人感到不适了 而在接下来的测试当中 我们将四款的取暖设备放在一个大概是10平方米的额室里面 对于使用前后的房间温度进行测试 经过30分钟的测试,我们发现四款的取暖设备 都可以在30分钟内令到房间升温8到10度 各款设备取暖性能不相常下 同时这四款的取暖设备都没有在表面做适动的防护 因此我们也使用了参温窗 对这四款的取暖设备表面的温度进行了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开机半个钟后 小太阳中心电机柱的温度大概是110度 暖风机出风口柱热片的最高温度也达到大概110度 软红外取暖器覆盖了一张纸巾之后 表面的温度依然达到大概150度到160度的高温水平 游丁的热片的温度比较平均,大概在50度左右 而这个测试结果来看,如果家庭使用的话 就要注意这些取暖器的安全性 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更加要注意这些电器的使用安全 最后我们也对四款取暖设备的辐射强度进行测试 四款的设备当中,游丁的辐射强度 由机头的位置向后传递 机器后端的辐射值仅仅为0.08微雅 机头部分是5.2微雅左右 软红外取暖器的辐射即由顶部开始往底部增强 底部最低的辐射值为1微雅左右 而底部的辐射值达到4微雅 小太阳中心部位的辐射值较为强烈,达到1.3微雅左右 而四周的辐射值明显降低,平均大概是0.3微雅 暖风机底部的辐射值大概为5微雅左右 辐射强度由底部向上低减 但主要部位的辐射度也达到2.5微雅左右 为了令大家清晰地了解这些取暖器的辐射水瓶 我们亦都对其他家用的电器进行了测试 好像电视的辐射大概是0.05微雅 而北纪宝电脑的辐射大概是0.12微雅 通过各种取暖器的综合测试 我们认为游丁的安全性和取暖性是相对较好 但是在商场里面,这种取暖器的价格也比较高 有条件的家庭可以考虑选择 很多街坊朋友在使用暖风机的时候 就喜欢把它放在桌面上 虽然从它的辐射值来看不算太高 但是在工作当中的暖风机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但凡家里有孕妇或者小朋友的话 位置就不要离它们太近了 放得如果不是的话很容易会造成烫伤 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冷的话 就可以开着取暖器了 如果出到街的话觉得冷又怎算好呢 所以有些聪明的小伙伴 就研发了一样新型的东西 就叫暖宝宝 最近在网上暖宝宝就成为了大家聚焦的热点 原因不单是因为它可以帮我们防寒补暖 而且还因为它频频爆出灼伤人皮肤的事件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跟着我们一起去调查一下 目前因贴暖宝宝而造成低温烫伤的病例已经出现 专家介绍,43度以上的温度就可以对人体造成低温烫伤 而暖宝宝的温度一般都在50度到60度之间 加之一贴就是七八个小时 如果离皮肤太近很容易形成持续的烘烤 由于贴了暖宝宝身上的皮肤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变 有的甚至出现烫伤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一些暖宝宝尽管包装精美 一些品牌的暖宝宝包装内还附有日文英文的说明书 可产品质量却让人担忧 而且有一些商家为了促销夸大暖宝宝的功效 通常我们所说的暖宝宝也具有保暖贴、发热贴、一贴热等等的名字 它是一种一次性取暖的用品 小时候贴在身上的衣物上就可以达到保暖的效果 但最近关于暖宝宝却商身体的新闻就曾出不拘 未来这么多的传闻,暖宝宝会不会烫伤我们的皮肤呢? 它的温度到底有多高呢? 里面的成份又是什么呢? 接着来,我们马上实验 大家在桌面上看到很多暖宝宝 来到冬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就算用得不多,见也见得多了吧? 今天我们做个实验 究竟暖宝宝的成份是什么? 它的温度有多少? 以及对人体有没有伤害呢? 现在市面上随机买到一个暖宝宝 我们首先拆开来看看吧 调查完展开暖宝宝,发现是一些黑妈妈的粉末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没过几分钟,发现这些黑色粉末开始发现 那到底这些黑色粉末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产生温度呢? 南宝宝主要是有铁石、火星炭 无际还有水分组成的 它主要是拿出来之后,它本来是真空包装的 当我们拿出来之后,它就会跟空气中的氧气结合 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它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一些热量 这个温度的话,产加设计它最高达到63度 但一般是50度左右 专家告诉我们,暖宝宝的温度可以到达50至60度 而且持续的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到底这样的温度对我们的皮肤会不会造成烫伤呢? 网上盛传,暖宝宝可以将鸡蛋满熟的实验广为流传 到底事实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接下来我们马上实验 好了,接下来这个实验就是试试我们的暖宝宝 可不可以温度足够将鸡蛋整熟 好了,我们现在将暖宝宝包好生的鸡蛋上面 看看它现在温度是多少 好了,现在是26度 那我们再过几分钟,回来看看温度有没有变化 十分钟过去了,鸡蛋的温度变了32度 比之前轻轻高了几度 我们再用测试而测试鸡蛋的温度 发现只是上升了几度 看来暖宝宝的发热速度还是比较缓慢 我们将鸡蛋用毛巾摄住它 再等5个小时,再看看情况会如何 经过5分钟的等待,我们再用温度计来测试鸡蛋 只有47度 这样的温度会不会令到鸡蛋满熟呢? 准备了,究竟这只鸡蛋有没有被两个暖宝宝 整熟到呢? 现在打开它 好 还有烟的,在冒烟的 应该又熟了四五成 经过实验证明,没有像网上视频当中 可以将整个鸡蛋满熟 只有一些蛋清的部分变成了白色胶造纹 大概四成熟 这样的温度对我们的皮肤 是不是真的会造成烫伤呢? 但事实上不一定是熟了,它主要是一个热能的一个释法 应该是因人而异吧 它五六十度的话,在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引起一个皮肤的一个烧伤,不会烫伤 但是如果也说是婴幼,皮肤比较薄,比较嫩 如果长时间接触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的一个轻温的一个烫伤 或者是一些糖尿病的一些病人 如果它本身它那个皮肤的感觉比较差 然后局部的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差 它可能导致一些导热 皮肤的一个上热功能可能也会比较差 这是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皮肤的一个烫伤 还有点就是最好是隔着衣服 就不要跟皮肤直接接触 它毕竟是它有一个硬滑性 隔开皮肤的话,不会跟皮肤直接接触 对皮肤的刺激会相对比较小 另外你撕开的时候也不会对皮肤造成一个损伤 相信如果合理使用 按照那个缩纹书使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调查到这里 暖保保只要是正确合理地使用 对皮肤几乎是没有伤害的 但是不排除一些的劣质产品 所以生活调查团提醒你 暖保保不要直接贴在自己的皮肤上面 应该贴在贴身衣物的外側 避免长时间固定在一个位置 因此不要将暖保保贴在腹部 因为这样会伤害到肚里的BB 现在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暖保保 因为皮肤会将暖保保发出的温度 起到一定的保温效果 最后再提醒大家 购买暖保保要买正规商品 这样才可以得到保障 冬天除了好冬之外 还会特别干燥 所以有些街坊朋友 就会选择在冬天买个加湿器 放在家里放一放 但是这个加湿器 是不是真的可以增加空气当中的湿润度 因为有些人也说 预期花一千多元买个加湿器 不如买多几棵植物放在家里 这样可不可以 而且有些街坊朋友 可能会在加湿器当中 加一些香油或者精油和香料 加了又会不会存在什么隐患 在今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问题就是 请问在加湿器当中加入香料或者精油 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A有益 B有害 C不会有任何影响 加湿器是一种增加房间湿度的家用电器 舞化的效果非常好看 加上在秋冬季节 可以令到我们所处干燥的环境 不能湿润起身 从而令到人感觉更加舒适 不少人用来装饰家庭改善环境 不知道各位街坊 有没有用过这样一件保湿器呢 家里有没有加湿器 有啊 有用过 没有啊 在冬天开暖气的时候 如果开那个加湿的话 感觉人会舒服一点 就没有那么干 效果还是一般 可能有一些那个心理作用 就会觉得好一点吧 自己感觉的话 就没有太明显的感觉 经过我们的州方调查 大部分的街坊都觉得 加湿器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只有在空气干燥的情况之下 才使用 到底加湿器的效果是怎样呢 我们马上通过实验证明 想保持家里室内的空气湿润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呢 喜欢灑水 有些人呢 就喜欢放盘盆栽 但现在很流行 去买个加湿器来加湿 很多人家里 24小时都不停开加湿器 那究竟加湿器的效果是怎样 而且对人体有好或有坏呢 今天我们会做调查 首先我们第一个实验 会来调查一下 究竟我们的加湿器 和我们的食物之间 哪个的加湿效果是更好的 现在看到呢 我们有两个玻璃箱 那它们两个的条件 都是相同的 即是包括温度 和它的湿度 两边都是百分之五十七 我们准备了一台小型的加湿器 和一盘绿色盆栽 分别放入两个相对湿度 一样的玻璃箱里面 放置十分钟 看看哪个箱的湿度 改变最大 现在植物这边是百分之五十八 而加湿器呢 去到百分之五十九 这个时候我们十分钟之后 再回来看看它们的变快是怎样 好了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看看现在的结果是怎样 首先看看植物这边 它那个湿度变化有多大 效果一般 哇 看看这边 用加湿器的这边 百分之七十 比之前足足是升了十五个百分点 看来呢 加湿器这边呢 它的加湿效果呢 比一盘盆栽 起码十分钟之内 我们见到呢 效果是强很多 好啊 经过实验得出 加湿器可以瞬间提高空气的湿度 效果明显高于绿色盆栽 但是空气的湿度高达百分之七十 到底这样的湿度 是否适合我们的身体呢 对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是在相对湿度 在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六十五之间 这个对于人体来讲比较适合 那么如果过于超湿 那么湿度大于六十度的话呢 那么这个容易出现一些真菌的生长 真菌的生长的话也容易清晰到呼吸道 在过于湿度过于大的时候呢 那么它会影响到这个人大脑中松果体 然后进而影响到一些奇数的分泌 像是这个甲浪电素或者是生产电素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人体的不适 虽然加湿器的加湿效果显著 但是长时间开加湿器 会令到室内的环境过于潮湿 人体会感受到空门呼吸困难 对健康造成不利 所以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 在干燥的室内可以适当地用加湿器 但是使用时间不适宜果场 同时要注意开窗风风 改善室内的空气流通 还有一条传闻 就往加湿器里加料 会有发肺部疾病 不少人都认为加湿器一放精油 就可以有作睡眠 在加湿器里放醋或者是杀菌剂 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效果 您知道身边的你 有没有在加湿器里加过料呢 米粗那种油放过 有香精之类的东西加过 臭小火 精油的话应该在你睡眠的时候 会给你的皮肤增加水分 就感觉就是有一股香气了 可能会就是把那个空气杀菌吧 就是说有点消毒作用 那你觉得如果是加了这些东西的话 通过那个加湿器再喷出来 我们人体温度会不会有害 应该不会吧 应该对皮肤挺好的吧 这个肯定不好 先进都有毒 应该不会吧 不知道 这种药物太了解 经过酒坊调查 那些街坊又真的在加湿器里 加过精油香精 醋等等的习惯 那做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呢 大家都不清楚 到底加了这些东西对身体有没有害呢 我们还是用实验证明 但是加了这些东西对人体有没有伤害呢 今天我们继续会喝了两只白老鼠 过来和大家做一下这个实验 首先我们在加湿器里面 分别是加精油和液醋 看看效果是怎样 白老鼠的反应会是怎样 我们的调查员分别在加湿器里面 放入了精油和白醋 为了防止小白鼠不被满死 我们特意预留了很大的气孔 不知道加了精油和白醋里面的小白鼠 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呢 经过了十分钟之后 我观察到在醋里面的白老鼠 它就离那个加湿器 有那么软就离那么软 而相反 精油这边的白老鼠 就好像恨不得跳进去精油那里 做个SPA 完全一点都不排斥 我们再休息一会 十分钟之后再看看效果是怎样 又过了十分钟 情况更加明显 我见到这边的老鼠仔 它已经躲到角落头那里 动都不肯动 而精油这边的老鼠 依然是鬼打梦精神 龙精虎猛 黏着我们的加湿器 在这里兜来兜去 好像很闻一样 经过三十分钟的等待 我们发现加了白醋的小白鼠 动都不动 躲在角落上 呼吸很急促 身体发抖 好像就快顶不住那样 而加了精油的小白鼠 就非常焦虑 趴在玻璃上看外面 很想逃走的感觉 而两种小白鼠的反应 到底是不是加湿器 添加了白醋和精油所导致的呢 对我们人体的复兜系统 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关于香精之类的话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还是以新鲜空气为好 关于粗的话 那么你这个浓度的话 一定要掌握好 不要过浓 过于浓的话 因为它毕竟是个酸性物质 那么它会过于过浓的话 它会有一定的酸汗 虽然对于这个杀菌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能依靠这个东西 还是要依靠空气流通最好 专家告诉我们 往加湿器里添加杀菌剂 香水、精油、白醋等等的物质 对身体是有害无益的 因为添加这些添加剂 含有化学成分 经过冒化在空气当中 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产生刺激 对本身慢性的肺病患者来说 会加重病情 特别对小孩或者孕婦等等 抵抗力差的群体 更加是加大疾病发生的机率 那么我们平时所用的加湿器 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用的加湿器 平时最好不要长期打开它 一当就要有时间关掉它 因为长了太久的话 对加湿器是损害非常严重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加湿器的时候 尽量用一些白滚水 又或者是纯净水加进去 千万不要用自来水 直接用水喉冲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水喉里面很多的矿物质 和微生物的 首先会对加湿器本身不好 第二 还会影响我们的整个室内空气 甚至如果一些水喉水 它硬到太高的话 甚至会一些钙尾离子 形成白色的粉末 那么我们室内的空气 都造成很大的污染 第三个就是关节病 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 都尽量不要使用 因为一个潮湿的空气 是很容易导致病情加重的 所以建议这类病人最好 就不要使用加湿器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加湿器使用得当的话 都挺好的 不过要记住 千万不要长时间开着它 又或者是 在里面加入一些香精 或者杀菌剂 还有要记得定时清洗 关于暖宝宝 如果使用不当 就很容易变成坏宝宝 还有不要把它直接 黏在我们皮肤上面 直接接触皮肤 这样会容易造成低温灼伤 最后就是关于取暖器 取暖器如果想它 最复射最低的话 就使用这个游听取暖器 本期节目时间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节目开头的时候 有掌问答的问题答案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如果知道的话 就马上 卡入我们的微信平台 答对问题拿奖品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拜拜